今天這場比賽 藍綠熊隊推出來的先發投手是張志佳 他今年球技是8勝6敗 防禦率是4.43 不過他對上兄弟上隊的戰績是2勝1敗 防禦率是偏高的是5.16 那簡易局上半看來就有十分的危機 保送了周知奇之後 接下來面對打者是恰恰彭正銘 哇 張志佳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容易在第一局的時候 投出連續的四外球 那保送了第三棒和第四棒 要面對打者是第五棒的陳冠仁 陳冠仁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這球回傳到本壘 結果傳的還算蠻快的 但是就是歪了一點 再拉回來之後 Take已經來不及了 周知奇利用這機會回到本壘 搶下了分數 兄弟相對取得了1名的領先 而且這個時候 E3還有跑者 輪到是前一天 敲出相當多安打的陳對陣 但是這個還非失敗 沒有回到遭到了三人助群 接下來看二局上半的投球 面對打者是陳江河的打擊 這一球帶到了反方向又是一致安打 哇 張志佳前半段看起來都是相當多的危機啊 一個人出局 面對打者是黃振維的打擊 中愛方向的平飛球 張志佳站位站得準 將他給解答出局 兩根出局了 接下來面對打者是黃振維打擊 在攻上鬼球打著平飛球打得強勁 但是十字尾 來了一個飛聲鋪接 五星級的Nice Play 哇 這一球如果沒有擋到的話 很有可能會掉分喔 接下來看三局下半 這時候熊隊總算有攻勢啊 前面兩局完全被曹錦輝給封鎖住了 接下來這次安打也把跑者帶上了三壘 一竿出局攻佔上一三壘 輪到打者是剛剛有精彩手臂演出的小頭石志佳 三里方的回擊球 結果這一次也打到三壘啊 但是成瑞正不但沒有美技 而且還發生了一個接球失誤 跑者利用機會回到半壘搶下的分數 兩隊贊成了一皮的平手 越來越跑者的情況下 輪到了大師兄林志勝 越來越方向的安打 看到跑者繞過三壘 要往本壘拼了 大師兄敲出了一隻帶有打點的安打 面對的是其樂的老戰友曹幾回 接下來的打者 台灣巨炮陳金鋒再補上一槍 三壘跑者利用機會回到本壘搶下了分數 球隊在這一局是連貫了三分 反倒以三比超前了兩分 輪到打者是庫里士的打擊 這一球撈了起來 中外方向的平飛球 決定沒有拚 讓球勢落地了 一看柱局攻佔上了蠻壘 那今天其實派出了蠻多的左打 庫里士 蔡建偉以及張敏諺 其實這就是藍綠熊隊 針對這個小曹在今年成績有做研究 因為曹錦慧對上右打 他的被打擊率只有兩成五一 可是對上左打 他的被打擊率是高達了三成五九 對 那特別是連續兩名左打庫里士 跟蔡建偉都敲出了安打 而且蔡建偉也中轉中斷了 連續十五場比賽都沒有安打的窘境 來看他五局下半 這時候熊隊又有攻勢啊 雖然說五比一領先 但是還要再多加保險分啊 哇 今天林智勝跟陳金鋒 打曹錦慧打得好像都相當的順手 這一場比賽會吸引超過一萬名的球迷進場 主要就是要來看到這個曹錦慧對上林智勝 以及曹錦慧對上陳金鋒 那麼曹錦慧今天對上陳金鋒呢 陳金鋒打得相當不錯 是二之二有一分打點 林智勝則是三之二也帶有一分的打點 這主要呢 曹錦慧在今天這個表現相當不理想 特別是對上這兩名中心打擊 對 那最後也是被他們兩名打著 連續安打之後 那曹錦慧也是下場休息了 大家看到這時候已經是六比 那曹錦慧雖然是敗頭的候選人 輪到打者 蔡錦慧打擊二壘方向的滾地球 結果想要take 結果是沒有take到 不過是順利的將打者給刺殺出局 來看一下這個take 轉身之後想要來觸殺跑者 但是裁判認定是沒有碰到的 那幸好陳江和還是有傳向一壘 來看到這座熊隊已經取得了7比1的 然後看到打者是陳鋒鳴的打擊 阻礙方向的高飛球 結果是打得相當的扎實 那結果是沒有出搶外 那其實今天熊隊也有機會挑戰 連續場次的拳力打 但是這一球就差這麼兩公尺而已 三個好球 三個外球 易永傑投出了4塊球保送 又攻占上了一二壘 輪到打者 十字尾打擊 另外一方向的搶進平飛球 又是一直安打 陳鋒鳴沒有機會 也要回到分類搶下了分數 藍隊熊隊已經取得了10比1 10比1 現在的兄弟象 兄弟象隊在今年第20場比賽 單場10分超過了10分 他們也追平了聯盟紀錄 這個聯盟紀錄過去保持的隊伍 是1996年的新龍牛隊 當時是20場 對 這個紀錄算是不太好 而且下半球技才剛打到一半位 所以兄弟象 很有可能會改寫這個紀錄 那就希望投手的時候可以多幫忙了 再來看到這位陳鋒鳴又貢獻出了一支安打 這時候已經取得了11比1 比現在多達到了10分 那今天風哥四個打擊 敲出了三支安打 而且帶有兩分的打點 來看到八局上半 陳冠仁敲出了一支安打 那算是今天兄弟象隊表現比較正常的球員 其他打擊好像都有點熄火的狀況 雖然兄弟相對處在一波連勝的態勢 不過今天這場比賽已經差距多達了10分以上 打線真的是相當多人熄火 也中斷了連續的紀錄 包括王勝偉中斷連續21場上壘 參加彭正銘也中斷了連續5場比賽都有得分 對 那接下來就看其他的二線球員 能不能夠將分數多追回一點點 輪到的答案者是王俊泰 結果一三壘有跑的情況下遭到了三振 輪到的答案者是 杭骨 陳江恆的打擊 已經拿下了猛打賞 這個時候再補上一支UIE方向的安打 TK啦 今年四個打擊 四個打擊 全部敲出了安打 百分之一百的打擊率 那今天的觀眾人數也是突破了一萬一千名的觀眾 也是相當的捧場 那球員相當然不會辜負球迷的期望了 現在看能不能夠再多追加一點分數 球員相對在八局上扮 已經有兩分的進戰 而且目前還是攻占上了得點圈 這個時候投手發生了一個爆頭 陳江合利用這機會 回到本壘搶下了分數 球員相對已經得到了第10分 差距是鎖盡到了7分 來看到八局下半輪到打者 是林志平的打擊 交球之後傳向一壘遭到刺殺 那林志平之前也是有點小低桃 不過今天也總算有安打的出現了 接下來打者 這一球又帶到了中環野方向 落地的11支安打劉家豪 用外野方向的安打帶有一分的打點 而且這一球回船也沒有處理好 利用這個襯船上到了二壘 還有一分的打點 熊隊在關進一分 目前已經拿到了12分 接下來打者是 詹志堯的打擊打得強勁 但是恰恰守得更漂亮 夾球之後傳向二壘 演出一個精彩的雙殺手臂 放棄吧 選項隊落後多達8分 不過還沒有放棄比賽 比賽就是兩出局後才開始了 陳冠仁又來也方向的安打 今天第二位拿到了TD 吳郭達西敲出了四支的安打 上場來帶打 就這個時候投手 這時候跟副手沒有搭配好 讓球一路滾到後面去了 這個球 又攻站上了得點圈 雖然說想要搶勝利是有點困難 不過兄弟相還是希望能夠多拿幾分 籃籃柱局攻站上一二壘 最後一個機會就要看汪俊泰 難怪前一次打擊一次遭到了三陣 結果這一次又是迴棒落空 三陣柱局也結束了這場比賽 最後籃柱雄隊以12比4擊敗的兄弟相 也算是終止連敗